谁敢相信,中国发明了一种急救坛,竟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轰动,饱受战争之苦的袈裟孩子们披上它,竟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,遭遇大灾的非洲兄弟们披上它,终于幸运地活了下来,原来它就是锯纸薄膜坛,国际救援中心习惯叫它急救坛,因为在关键时刻,它能够保命,尤其当你被困在极寒地带,或者遭遇暴雨,洪水,地震,海啸等自然大灾后, 骤降的温度会让你感到极度寒冷,甚至因失温而隐命,这时只要穿上它,急救坛的双层肚铝薄膜材质就会锁住你身体95%的温度,让你被感到温暖舒适,有人以为这就是塑料布或者反光膜,其实这真是对急救坛最大的误解,因为早先它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设备,任凭你怎么撕,拿,拽,急救坛都完好无损,而它独有的材质可以在雨天化身雨衣,夜晚秒便睡袋,几张毯子粘起来, 就是一个保温防风的帐篷,夏天披在身上能防晒,而且还可以防止远红外的追踪,身处野外能化身成水容器,一不小心鞋袜湿了,它还能当脚套,当地点,即便迷路了也不要慌,急救坛亮晶晶的特点会使救援人员尽早发现你,而且携带方便,还可循环使用,如此神奇的毯子,我强烈建议你多囤几个,放在家里,车中,孩子的书包里,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场。